這個是我還原的 對 這我還原的 這時候時間是在4月12號 4月12號的時候 他們那個時候還很擔心 因為那個時候事件剛爆發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什麼 那個林玲倫的太太 她就很擔心 她就很怕說 她老公的名字會不會見報 然後所以她就說 我很怕那個 我先生的名字被爆料 然後怕她就是徐小青 很怕徐小青在記者會 或是在臉書上面 又亂寫什麼 所以她就是一個很擔憂 然後問婆婆 然後婆婆還給她保 在說不會 她說保重 你老公的名字不會出現的 不會就小青不會爆的 欸 隔天呢 隔天12號 12號這12號 晚上9點講的 隔天早上記者會 徐小青直接就講說 那個有一位是綠營的KOL 林姓先生 以前撲過獎公銅像 上過新聞 算是知名人物 也對啦 沒有講本名 沒有講本名 可是講了那麼多 新聞一出來之後 大家就知道在講誰了 她的切割大法 當林姓的綠營KOL出來的時候 她是綠營的啊 她都在網路上罵我耶 把打成綠營撤翼1450 所以林太太 你也是綠營1450 那可是現在接下來是 那這樣子 劉燕裡也是綠營的1450啊 林 于倫跟劉燕裡 兩個人互通有 超麻糬的耶 所以劉燕裡也是1450 而劉燕裡現在在台中市政府的研考會當主委 所以劉燕 你小心 也是1450 1450 也是綠的 所以按照徐小新的這個 連連看 連連看以及切割大法 只要跟她不一樣的 通通都是1450 是因為徐小新她不只是現任立法委員 她有話語權對不對 所以在這件事情的詮釋上面 她愛帶什麼風向 家裡發生什麼事情 大姑家發生什麼事情 大姑是被騙婚的 等等這些事情 我們都是從她嘴巴裡面聽到的 包括她也要講說 我跟你講 其實切割的防火線 就是有一個綠營的KOL 就是因為他帶壞整家人的那種味道 那貓貓這個部分我請教 因為我們昨天聊到說 林玉倫的太太她也接受新台派李正浩 有這個一個電話訪問 那訪問之後呢 巧新就說 那個林太太她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她可能會胡亂去猜想 我也不怪她 然後就講完了 就好像句點就 對啦 他們太太就是不在事 然後就變成形塑一個這樣子的氛圍 對不對 那林太太就覺得 我不能吞下去 她發一個聲明 她說她為什麼會接受這輪節目的訪問 是因為她沒有辦法忍受徐小新委員 利用自己立委的身份獨佔話語權 然後然後再來的再傷害我先生 替他們家不管大姑娘不管婆婆 甚至委任律師就這樣擦肢抹粉 所以呢 他強調是 他希望媒體朋友 不要只聽單方面的說詞 也不願意整天聽到媒體 替他傳播他的謊言 整理出來謊言 起碼有20條吧 對不對 那貓貓的部分 你有匿名爆料者嗎 那你了解到的大概面相是什麼 我先從 早上匿名的那個攝影師來開始講 還有匿名攝影師傳給你照片 小新今天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對 看他找起那個拿著咖啡杯 然後來上班的表情 應該是有撿到槍啦 所以你看他自己一早開心的來上班 那關於那個林餘倫太太的聲明 我們可以提到說 因為其實這一陣子這三個禮拜 就是我們可以唯一 對這個案情唯一的了解 就是徐小新 他這三個禮拜就是各種 都只能聽他講 然後講了三個禮拜之後 林餘倫太太真的忍不下去了 他就是包括講說那個 小新就是佔用他的 佔用那個利用他的話語權 然後一直講 而且他還講得很嚴重 他講說 請各位媒體不要再散播他的謊言了 嗯 然後呢 他順便有提到說 那個 那個 徐小新他就是前兩天說 他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我覺得徐小新講這句話不公道 因為 明明林餘倫的太太 跟徐小新的婆婆 其實一直有在討論那個案情 婆婆一直有在講說 那個羅律師有講怎麼樣怎麼樣 羅律師有講怎麼樣怎麼樣 都有講喔 只不過婆婆後來都把那個對話紀錄 都給他收回來了喔 但是 都有被記住好不好 對 反正講過必留下痕跡 雖然收回去了 現在收回去了 不過之前都有講過 都有留下證據 好不好 不是啊如果他要就是去吐槽說 林太太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那為什麼小新一直出來講 所以徐小新知道事情的全貌囉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他的話反而去推敲說 那小新你知道多少 你有沒有涉入其中 所以他才有改說涉入 他沒有要實際 要判刑才要 判刑確定 對而且他們其實有討論很多的 包括是 這個是我還原的啦 對這我還原的 這時候時間是在4月12號 4月12號的時候 請問他們那個時候還很擔心 因為那個時候事件剛爆發嘛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什麼 那個林荺人的太太 他就很擔心 他就很怕說他老公的名字會不會見報 然後所以他就說 我很怕那個我先生的名字被爆料啊 怕他就是徐小新 很怕徐小新在記者會 或是在臉書上面亂寫什麼啊 所以他就是一個很擔憂 然後問婆婆 然後婆婆還給他保證說不會 他說保證 你老公的名字不會出現的 不會就小新不會報的 欸 隔天呢 隔天12號喔 12號這12號 晚上9點講的喔 隔天早上記者會 徐小新直接就講說 那個有一位是綠營的KOL 林姓先生 然後以前撲過講公同像 上過新聞算是知名人物 也對啦沒有講本名 沒有講本名 你可是講了那麼多新聞一出來之後 大家就知道在講誰了 我跟你講 那個 我跟你講這個 林太太 林太太其實也很關心婆婆 那個時候就是那個對話紀錄嘛 就是他跟那個房仲 那個貸款的那個對話紀錄出來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敲婆婆 跟婆婆講說 婆婆怎麼 剛剛我有看到新聞怎麼這樣 你的名字 你的本名出現在新聞上了 他很擔心 不要擔心 這是我給巧新的 所以他 那個 林太太是關心婆婆的 就 婆婆給他保證說 放心巧新 不會講那個你老公的全名 結果隔天 就直接上 就被賣了啊 對就被賣了 對啦確實他沒有講本名 可是他講了那麼多線索 那大家當然都找得到是誰啊 對啊 所以其實林太太為什麼講出那個蛇蝎心腸 對啊 他就覺得我們會互動 你什麼都拜託我 去看守所買菜送什麼物資都是我 結果我跟你當作是我們是同一條船上的 結果他早就被踢下船了 對而且我跟你講 婆婆他叮嚀得很細喔 他也包括說 他女兒什麼吃什麼不吃 不能吃甜的要吃辣的怎麼樣 都寫得很細 辣的要大辣 然後 之類的交代具細密 然後那個 林太太就說 好好好我去準備 我去準備 所以他們 所以林太太一直以為他們是同一艘船上的 就你看一直被賣 所以才真的忍不住了 忍了那麼久才終於出來發生 好不好 好 因為剛剛韋航哥有提到說 有媒體人 就是上節目的時候 然後他有特別提到的內容是說 這個 林太太 如果他要說他有他老公的 比方說 網路的帳密 Email帳號 大概都知情的話 他說可能會賓車 然後叫林太太不要說太多 他說 這是兩面刃喔 有一些威脅恐嚇林太太的意思 我告訴你喔 恐怕會是另外一邊收到信或寄出信的人 手中也有資料喔 意思就是告訴林太太說 你不要因為有了你老公的Email帳號 所以你就什麼東西都丟出來喔 我覺得有一些威脅的味道在裡面 是不是因為擔心林太太會丟出更多資料 所以要先下手為強 就要先下手為強嘛 然後所以 他這個媒體人還特別警告這些政論節目的諸多來賓們 如果把林太太的話當聖經 小心翻車喔 他隱含的意思就是林太太說謊 你們這些拿著林太太的話來上節目的人 你們會翻車 他其實就是先恐嚇林太太然後再恐嚇大家 意思就是林太太是一個說謊者 林太太拿出來的東西不可信 全部都是錯的 那所以相對於林太太的另外一邊徐佳人 徐佳以及這個劉佳人 相對於這邊他們都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這個媒體人其實是在袒護劉佳人 袒護徐小新嘛 這個兩邊就已經對證清清楚楚了嘛 那所以現在徐小新的問題就是說 從我出國前的一把火 回國後變成燒成一片森林 我誰放的 小新自己放的 因為就是用你設下來的標準 來檢驗你 徐小新嘛 這也是為什麼阿苗說 用你的魔法來檢驗小新魔法 結果檢驗出來變這樣 小新今天心情好笑得燦爛 但是如果用小新的魔法 來檢驗余天家人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小新今天是叫黃傑去解釋余天 黃傑跟余天是長得很像 性別就不一樣了好不好 然後又叫余天要解釋陳建 他的前女婿 對 所以黃傑跟陳建是很像 你這樣子連黃傑連到余天再連到陳建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有一點誇張 你都說我只為我自己負責了 然後你又要別人為別人的別人負責 我只為我自己的事情負責啊 我長得像劉彥禮嗎 去問劉彥禮啊 我長得很像劉媽媽媽 那你為什麼要叫黃傑為達余天啊 好 我這個問題為止想不清楚啊 所以當許小新為什麼會燒成一片森林 其實就是因為他不斷改口 你每改口一次火就燒更旺一次 也就是說當他一開始說如果我涉入 我就要我就要辭職 後來改成如果判刑 如果判刑的話我才要辭職 我告訴你還會有接下來第三步 第三步如果我是主謀我才要辭職 只要我不是主謀我幹嘛辭職有沒有 然後呢他的切割大法 當林性的綠營KOL出來的時候 他是綠營的啊 他都在網路上罵我耶 打成綠營側翼1450 所以林太太你也是綠營1450 那可是現在接下來是 那這樣子劉彥禮也是綠營的1450啊 林於倫跟劉彥禮兩個人互相有 所以劉彥禮也是1450 而劉彥禮現在在台中市政府的 嚴考會當主委 所以盧秀營你小心 你也是1450 1450也是綠的 所以按照徐小新的這個連連看 連連看以及切割大法 只要跟他不一樣的通通都是1450 所以剛剛這個老師講得對啦 關於感情 一律建議分手 不要糾纏 不要脫泥帶水 離開路更寬 兩個怨偶 謝謝大家來到 快成為兩對家偶 沒有錯 歡迎來到 今天要喊上的 新台灣心靈雞湯獎 心靈學小教室 我要補充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叫我們不要講 既然不要講話 我就更想講了 對 因為有時候不能講 那我們來講那個記性紀錄 記性紀錄就問劉彥禮 在去年5月2號的時候 有沒有收到信 有沒有收到那個 那個攻擊綠營的資料 那劉彥你在5月12號的時候 他有沒有回報說 我們會用這份資料 在5月22號的時候 還有沒有再回報說 我們明天早上開會 會用這份資料喔 然後最後在去年9月18號的時候 有沒有直接就是講 再度回報 他講說他是寫FYI 就是給供你參考 供你參考說那個 巧心剛剛發文了 就是使用你的資料 對 這個都是有在紀錄上的 那我就問說 這個可不可以講 這個是不是公開 這還是他們覺得說 這個是謊言